无人问洁的角色 你选择去崇拜谁呢 愿谈谁呢 假装热情的冷落 假装自由的枷锁 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 绽放一次就足够了 奢求什么 无名之辈 我是谁 我和谁也无所谓 谁不是拼了命 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恨泪是狼狈 也许卑微是无畏 也许永远成为不了 你的崩溃 无名之辈 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只需追 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 也许很累 一生狼狈 也许卑微 一生无畏 谁生来物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能不能活得一百岁不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你们 我很好啊 我知道你比别人呢 不出多别的努力 去完成你的梦想 能够走到今天 吃了不少苦啊 别人也许不知道 别人也许不知道 我是你爷爷 怎么会不知道呢 其实最近啊 我也有偷看有关你们的网页 人讨论区 人讨论区 我知道有很多粉丝啊 一直支持你们 你帮他们完成了很多梦想 对他们来讲 你是他们的英雄 我很高兴 也为你骄傲 我做英雄很累吧 不要太累 你啊 永远是我的孙子 不管好坏 爷爷 依然会支持你的啊 不明是非 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来 谁不是拼了命 走到生命的结尾 也许很累 一生狼狈 也许归为首尾 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 不明是非 我是谁 忘了谁也无所谓 只需追 谁的狂容 不是满着眼泪 也许很累一身冷卑 也许美味一生无味 谁生来不都是一样 尽管叫我无名之辈 小姐 姑娘 你不要跟老大顶嘴 听见没 小姐 小姐 你帮我看着她 放心吧 成绩 你多保重 就你自己听话了 还有你 小戴墨 不想了 记得把成绩给我看 你知道吗 我在总部会看着你的 一刻不能松懈 明队 那你还要回来看我们吗 应该是你们来看我 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够每个人 都代表俱乐部出国比赛 去总部看看 那个是你们老大亲手打下的地盘 不去多可惜啊 放心 万里队 有生之年 我们一定会去留大圈 然后再报几个奖杯回来 你永远是第一对吧 你永远是第一对吧 还有你们两个 记得要听话啊 一定 陈姐 해주 各位 感谢你们一年多的照顾 辛苦了 保重 都去熄练吧 陈 陈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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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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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奖杯都是我们一起打下的 还记得吗 这个标志明 还是我自己亲手挂上去的呢 可以留给我做纪念吗 好 好 七点的飞机 让前台帮你叫辆车吧 不用了 下午的 我要去见个朋友 搜罗 他就不用见了吧 好 来了 来了 他们不在我这儿 我讨一杯水喝 来 请进 随便坐 来 来 这招牌 我要走了 所以留个纪念 这瓶没开过 谢谢 谢谢 要警示 是搜罗还是韩尚言 别紧张 和他们两个都没关系 咱们两个不算手 没有说过几次话 氛围也不太好 上一次单独谈 还是你们战队要解散的时候 你为了搜罗来找我 想让我劝劝搜罗别解散 我记得 可是我当时很乱 我怎么能劝呢 好 好了 我们不提过去的事了 聊聊正事 我下午四点的飞机 所以待不了太久 韩尚言为了挖你 和我有过很大的分歧 甚至不顾KK的现状 想要为你组建二队 这是我知道 但你应该不是为这事来的吧 我都已经退役了 也不可能再付出了 他们是我的好兄弟 不是米刚 不是靠山 所以你一定要放心 我绝对不会坑自己兄弟的 是为了你 但不是为了挖你这件事情 我准备调回总部了 现在KK缺一个领队 你感兴趣吗 你找我当领队 可是我刚从SP退役 这很正常啊 你不会认为这是背叛SP吧 你已经退役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现在把我搞得好乱哦 你说的那些 我总觉得哪不对劲 一时又想不到 KK是韩尚言和我老公 一手创立的 中国区又是我和韩尚言 一手打下的江山 KK对于我来说 就像孩子一样 我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来接替我 和韩尚言搭档 当然 他才是老大 我只是负责物色 我知道 又是韩尚言的主意吧 当然不是 我和你没有什么较劲 李超飞 你在我眼里也不是老朋友 只是一个合适的人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个实力 你当年拿到全国总冠军的时候 我已经退役了 我退役前最好的成绩是成都冠军 论成绩 我们俩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你也有实力 更何况我要找的是领队 不是选手 很多人都不知道 CTF是什么 但是你懂 你知道选手面对的家庭压力 以及他要比赛时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 你为CTF贡献了最好的青春 你难道都不希望未来的选手更好吗 输不过你 你知道能够怎样搞定韩尚言的丑脾气 这是最重要的事 有时候连我都想拿黑板擦砸晕他 其实他那个人很简单 你只要稍微把他顺个毛就搞定了 真的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啊 他当年可是被我们这几个人摧残下 从一个叛逆小子 变成家务全能高舍 这世界上最好搞定的就是重感情的人 你不是也一样吗 你是一个比赛场上有意思的人 可惜我现在才认识你 我得走了 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过来帮我们 一路平安 还在犹豫 我现在答应才怪吧 大家都成年人了 我们不是成年人 有梦想的人永远年少 很多人都不知道 CTF是什么 但是你懂 你知道选手面对的家庭压力 以及他要比赛时 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 你为CTF贡献了最好的青春 你难道都不希望未来的选手更好吗 喂 爸 你还知道你有这个爸爸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以为你妈妈点了头 你就可以继续在上海混下去 赶紧给我滚回来 我不是要跟妈说给我半点时间吗 还半年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啊 到街道办去实习 我好不容易想办法才被你弄了俊俊 你先干着 明年考公务员 等公务员考上来就转正了 知道吗 好了好了 给我给我 给给给 小飞啊 钱够花吧 上海的房租贵吧 你也别怪你爸 你妈这两天啊 老毛病又犯了 腰都直不起来 顾不了店里面 她一个人忙里忙外 还要帮你找工作 不容易 你别看你爸 他嘴里边批评你 心里边可搁着你的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呀 操心 知道了 你好不容易过去 要待半年就待半年 多玩玩 要是再回来 想再过去啊 那又不值得等到什么时候了 年轻的时候待过的地儿啊 都喜欢 你看你爸 他呀 还总惦记着 要去乡下看看呢 奶奶 我还有事要忙 等我结束了 就回去吃饿你好不好 吃饿我 我的身体啊 比你还好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你 我也想你 我真的好想得冠军啊 我真的好想得冠军啊 谁不懂你 你懂我吗 你不要给我挂啊 你给我回来讲清楚啊 韩商业 你不要走 就是 拜托 单独战队真的不能没有你啊 拜托 你走了 我们到底啊 我们就解散了 你呀 都老大不小的了 我好做点靠谱的事 放心奶奶 这次我一定拿一个冠军回来 好 奶奶等着你 今天 是我人生中 最后一场职业赛 好 小米这十年 过得浮浮沉沉 我总是相信我只要努力再加把劲 我就会得到一个好结果 但事实却不是真 你结束我的体力跟不上这些年轻 你没办法了 我尽力了 你给我一个完美的欣赛 你还能不能是 你还能不能是 你给我一个完美的欣赛 你还能不能是 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现在能继续打 当初没退出 我现在成绩一定比以前更好 但能怎么样 现在呢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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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现在 还能不能是 啊 啊 啊 来啊 娱乐 啊 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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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成为了什么 燃烧华丽的烟火 绽放一次就足够了 奢求什么 你也够了 九气 老大 说说你的感受 对于半决赛的对手 你说BUFF战队啊 对 我知道苏禅刚走 你们心里都有点慌 老牌战队 深不可塞 有压力 当然有 Buff可是你当年的对手 老大 心里发输了 那也不能这么说 当年我能赢 今天 你们就能赢 加油 加油 老大 是 这四支战队 没有一个是弱级 KK和SP我就不用说了吧 不用说了 说剩下两个 剩下两个 一个是Buff战队 一个是C-L队 前一个呢 就是KK的半决赛对手 后一个就是SP 那你就先说说Buff吧 怎么说呢 圈子里有一句话 叫创世的Solo Buff式的Buff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打出江山的 开荒的是Solo战队 而且在Solo战队 没有解散之前 Buff战队 一直是他们最强的对手 鱼亮清洁 互有输赢 韩商严退役的那场 全国大赛 冠军是Solo战队 亚军就是Buff 而且 Buff曾经 还打败过韩商严 真的假的 那是一场在C-L队 圈里非常轰动的传奇比赛 Solo战队所向披靡 打败国内一堆顶尖战队 和国内制霸的Buff战队 争冠军 一开始 Buff根本瞧不起他们 可是当Solo战队 一路杀进总决赛时 所有人都在看好戏 觉得Buff江山不保了 杠神韩商严一定会痛宰他们 谁知道决赛那天 杠神发挥失常 居然输了那场 最重要的比赛 大家都傻了 说杠神其实也没那么厉害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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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 棒棒 棒 棒 恭喜你们拿下了冠军 谢谢 意想不到的是 这次我们战役了杠神韩商严 哎 杠神哎 太激动了 那你们大家 在未来有什么目标 会计划呢 不止这一次 未来的十年 我们都会拿冠军 是不是 是 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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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韩商严还是最强的 他们两个交手 目前是八比二 八 二 韩商严推移 单独战队解散之后 拒绝才有机会 完全称霸赛场 那 那那个 他们得过世界冠军吗 没有 现在中国队 在世界的排名 还没有进过前三 但是这个拒绝 他在个人排名 冲进过前三名 这么厉害 如果当时韩商严 不退役的话 单独战队一定会拿到的 嗯 那是当然 不过这次KK压力真的很大 亚洲赛区的总决赛 只有两个名额 他们要是输给BUFF 就出局了 而且要是真的输给BUFF 战队的话 韩商严 心里一定很难输 不会的 韩商严不会输的 什么有信心啊 当然了 韩商严是谁啊 他可是ZTF中的 男后一 男后一 一丁 阿姨 我得当神 嗨 嗨 还是有点担心啊 不要担心 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 嗯 加油 接着看 嗯 小韩 要给你盯歪歪吧 不用 我一会儿出去吃 那你别忘了吃饭啊 好 阿姨 这是下个月的餐单 确定了 小苏走了 你连这些也要操心啊 是啊 还有那个 他们那些什么床单被褥 枕头套的也该换一下 那行 他在的时候不觉得 这简直就是幼儿园园长的活 这些菜都确定了 不是 您推荐的吗 就怎么办 说 双颜 前台有人找你 双颜 谁找我 你朋友 不是不登三宝店啊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没事 刚见扎翼说你还没吃饭 一起啊 我给你拿钱包上去拿一下 我请你 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喜欢找大家来吃帝国鸡吗 因为你自己喜欢吃 还能是什么原因 以前徐州 洪泽湖那里的人 每到晚饭 全部人都围在一个灶前面 我喜欢那种团圆的感觉 把鸡腿呢 给我们今天的主公女神 爱情 谢谢所有队长 这第二只鸡腿呢 为了欢迎我们新的成员 韩商严加入 奖励给你 欢迎 以后我们大家 有夫同享 有难同当 有鸡腿同吃 对 来 来 来 上菜了 来尝尝我的手艺 上来跟我妈学的无补物 来 来吧 今天啊 是我们第二次 大家在一起过年 让我们在上海 重新开始 快乐新年发生了 准备 我永远记得大家 每次一起吃饭的样子 你还真是念旧到偏执啊 你还真是念旧到偏执啊 只是懒得换新的东西 说吧 你想干吗 我来应聘 应聘 应聘什么呀 你不要告诉我 你想明白 准备付出 不高兴啊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所以有什么好高兴的 烦啊 你太了解我了 别多闷子了 说着你这儿 听说你们领队走了 我来应聘领队 你找了我三次 这次我自己找上门 我熟悉这个领域 我曾在顶级俱乐部 作为比赛选手 打过全程小组赛 我也熟悉这个圈子 即使我退役这么多年 我一直刻意不去关注 这圈子的事 但我觉得我应该比过去 在国外的书臣更熟悉 重点是过去年的队友 全部都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深入研究过 他们的风格 个性 而且韩商言 我熟悉你 苏晨告诉我 这很重要 苏晨还找过你 我以为你不会喜欢做这个 我以为你更享受 在比赛场上的感觉 去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老板 再来十个锅铁饼 来呀 好了 十个锅铁饼 敬我们的未来 没有人 刚打完四分之一决赛 给他们放了半天价 怎么样 跟上次来比 有种叛变SP的感觉 滚 这里 就是正式队员的训练室 那边是茶水间 前面你看到有数字的 就是宿舍 只有这么大了 当然跟你们SP加大业大比不起来呀 行啦 短短几年弄成这样 你谁又韩商言你行啊 是有演播室啊 我希望他们在这里训练的时候 也有比赛的感觉 那些小的呢 反省室 反省室 哪个队员要是做错了什么事 就让他进去反省 反省 你还是老样子那边啊 好 这场我在 这东西干好几年了吧 没算过 反正花了不少时间 之前没心性 进不下来 这几年迷上了 怎么着 没喝够啊 再喝点 来呀 怕你呀 接着 现在不拒绝我了 反正都退役了 我这没关系 来 喝慢点 刚吃饱 怕什么 慢慢喝 一晚上慢慢喝 喊 韩商严 你真的老了 鱼味闻得出现了 你真的老了 鱼味闻得出现了 鱼味闻得出现了 武师不孝白崩 来吧 敬你最后的青春 就教呐 你俩和你一时间 你也不准吗 你一花 年纪有什么 你四年纪有什么 我为什么要不要 但你一花是一个 你一花是一个 身二人员 徐警官 莫氏金酸 孔怼 韩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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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找不着你 我以为你出事了呢 我还在担心呢 你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 罢了负责的事情难过啊 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些 你们之前比赛的公开视频 还有论坛上的内容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会难过的 罢负之前大部分的时候 都没有赢过你 如果你没有退役 他们肯定拿不了全国冠军 你是想到过去了吧 怎么了 没事吧 你在哭吗 不难受了 不难受了 小白咋的那么好 他一定能帮你赢得比赛的 别难过了 你还准备看多久 我早就撞不下去了 讨厌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为什么 就不告诉我一声 就在这儿听 想看不见会是不是 他才不准没告诉你 他等着看好戏呢 你说我自己太不过去的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纯粹好奇 韩正言可以啊 赶紧去洗个澡 一身酒味 我就不在这儿洗了 我回去收拾收拾啊 下午六点准时开会 你们聊完游小鱼 照我有事啊 没事 别生气了 生气了 相信气了 别碰我 不要生气了 你烦死了 这些都是你们两个喝的 帮我收拾一下 也拿一碗收拾 还让我帮你收拾 自己喝到自己收拾 我才不帮你呢 这么厉害 死了死了 赶紧收拾吧 算了算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帮你起收拾吧 谁让我这么善良呢 你们两个喝了多少呀 没烧飞心情不好吗 没 那你们为什么一起喝酒啊 小孩子小小 打听什么上演 几米 你跟我说说呗 你很快就知道了 你现在跟我说 我就更快知道了 你好奇心这么重 别卖关子了 你去哪儿啊 拖地 我帮你啊 不用 你不要以为你 哎 是要听过我的 谁跟你说的疤疤 丫丫 她是不是又把我们 过去那些事 说得特别惨 没有没有 就是 有一点心酸 太长 那一只 不是 我这样不白脱了吗 那 那我只能抱这根杆了 你脱吧 来 你过来 过来 干吗 坐在这儿 别动 你看我干吗呀 觉得你帅呀 跟你家我的男生都很帅 我帮你一起整理吧 我刚刚拖了地 就被你踩出脚印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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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脚印啊 你看 你下去吧 楼下吃的喝的玩的都有 你就别待在这里了 而且地线是湿的 一会儿你摔倒了怎么办 我都想陪你吗 不需要你陪 来 走啊 我这 这是我的 干吗 站住啊 我买的 我这 我怎么买的 我怎么买的 你还出来这么搭 那你们先聊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 不打扰你们 你们这么闲是吗 带我过来 陪他玩我 怎么会是我呢 陪大嫂玩的 不应该是你吗 对 虽然我闲着也没事 但这房 我给爸妈聊你 对啊 什么大嫂 既然你们闲着没事 不如吃完午饭 我们一起来个大嫂 老厨吧 九七 你也很闲 我很忙的 老大 你看这 一会儿把训练室的键盘 给我擦一遍吧 别 不安 个子这么高 俱乐部的玻璃就能给你来擦了 老大 别这样 老大 你干嘛 你干嘛 大嫂 小詹姆这次可惨了 很好笑吗 很好笑吗 下酒玩吧 你把那个都填了啊 有问题跟我说 好 回来了啊 嗯 好 好 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 你们干吗呢 你怎么这么行啊 你问他 怎么了 关我什么事 不能怪我 你还敢废话 兄弟们 来 等会儿 等会儿 不行了 赶紧 抓住了 抓住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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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们 出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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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抓住了 抓住了 抓住他去 好 好 好 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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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大说了 六点开会 大家赶紧收拾一下 看什么会儿啊 老大没说开什么会儿 就说开会 刚才碰到米上飞了 那不挺正常吗 他又不是第一次来了 不是 他在写入职申请单 啥 老大签他了 显然啊 大摩疯了吧 一日上过去兄弟的事 就不管不顾了 你别这么说 老大 不然怎么说 他排行往都跌出前一百了 还欠咱们开人的开人 还在前台呢 倒我们垃圾啊 不是 真的假的 你真看见米上飞了 我骗你们干吗呀 他人现在在哪儿 还在前台呢 还在前台呢 大家集合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成员 新成员 这一位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 老对手了 小米 他不是退役了吗 是 退役了 今天我和总部的几位 商量一致决定 聘请米少飞 作为我们新的领队 领队 领队 光他 吴白不在 你作为副队长 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下 为什么是我 还是等队长回来吧 就是 等他干吗 你先跟大家认识熟悉一下 我去安排大家一起搓一顿 不用了老大 兄弟你们吃都过来的 没关系 我也是吃了饭才过来的 好 那你们先聊聊天 好 大家抓紧收拾吧 收拾完训练了 来干活了 来干活了 没关系 你先去嘛 我来吧 去吧 小白 小白 怎么了 帮我一个忙 我想找米少飞过来当领队 大家不服 你去帮我开导开导 你去帮我开导开导 你以为俱乐部的领队好当的呀 这帮孩子来自全国各地 各个家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 你竟然这么担心他 为什么不下去帮帮他 他们已经觉得我悬丝了 我再要求他们开一个欢迎会 确实容易 可是我押下去的力气有多大 反弹就有多大 我自己回答 米少飞必须自己 能够挣得住这帮小魔头 要不然 他完成不了他自己的工作 我也帮不了他 来 一提战队共训会议室开会 徐医兰留下继续训练 好 知道了 来了 走啊 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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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听到开会吗 妈们通通干吗 队长发话了 开会了 开会了 走走走 那他万一镇不住怎么办 爱情都能震得住 SB那帮大男人 我相信小米也能 等着瞧吧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像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 关爱卷起风暴 一瞬间把矜持 都忘掉 思念始终都要难以戒掉 让认定你是我唯一坐标 我才能够独 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 爱上你就像有那爱上了面包 天生就一堆遇见了再摔不掉 这种搭配不多不少 甜蜜的刚刚好 你的笑是幸福真是配方 爱上你就像有那爱上了面包 酸铁和酷辣 都是爱的 调味料 为你发酵 红培 酸铁的味道 能不能 好不好 做我永远的依靠 爱上你就像牛奶 爱上 和面包 天生就一堆遇见了再摔不掉 这种搭配不多不少 甜蜜的刚刚好 你的笑是幸福专属配合 爱上你就像有了爱上了面包 酸甜和苦辣都是爱的 调味料回忆发酵 烘焙独特味道能不能 好不好做我永远的依靠 感谢观看